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波松以下的粤语节目 新闻和时事经纬的报道 其他新闻包括白宫表示美中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安排习近平和拜登通话 目前在北京访问的白宫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 在星期四和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将友合会面试重申 美中两国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交流 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之下必须要负责地管理美中关系 其他新闻包括据研究显示中国去年对非洲贷款7年来首次上升 两名共和党议员要求美国防部将中国的电磁制造商宁德时代列入限制名单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不过以下请听张富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地区法院星期四8月29日下午裁定 现已解散的立场新闻保公司前总编辑宗沛权 及处理总编辑林兆彤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罪名成立 这是自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以来 首次有记者或编辑被判犯有煽动罪 54岁的钟佩权和36岁的林兆彤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监禁 钟佩权和林兆彤先前在法院多次开庭审理中均否认控罪 星期四只有钟佩权出庭听取判决 林兆彤因为身体不适未有道庭认讯 获法院核准由律师代表 钟佩权林兆彤和立场新闻母公司 被指控于2020年7月到2021年12月期间 串谋发布及复制煽动刊物 涉及到17篇的新闻文章和评论 具有引起憎恨或蔑视中国中央政府 或香港特区政府或激起对他离叛等煽动的意图 地方法院法官郭伟健在判词中 写道法庭在就煽动意图作出裁决时 考虑了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危险 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星期四8月29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合举行会谈 这是沙利文这次为期三日的中国之行 已经进入了最后一日 目的是要保持高层沟通管道畅通 稳定双边关系 避免冲突 就是一日前 白宫表示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 安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这是张又合与拜登政府官员的首次会议 也是自2018年以来 美国高阶层官员与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的首次会议 两个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八一大楼会面时 张又合表示 你要求与我举行这次会谈 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军事安全和两军关系的重视 而沙利文则回应说 我知道我们很少有机会进行这种交流 考虑到世界的现状 以及我们需要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 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 路透社星期四8月29号报道 根据一项波士顿大学的独立研究 2023年中国对非洲的年度贷款金额为46亿1千万美元 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按年计算上升 研究机构指出 中国看来正在寻求更加永续的均衡贷款水平 并试验新策略 非洲在2012年到2018年期间每年从中国获得到超过100亿美元的贷款 这样的高水平在2016年达到284亿美元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 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又大幅下跌 去年出现反弹的趋势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管理的中国对非贷款CLA资料附显示 2023年中国对非洲批准了46亿1千万美元的贷款 为2022年的三倍多 美国国会两名重要共和党议员 星期三8月28日要求国防部将中国电池製造商灵德时代 列入一份针对那些据称与北京军方合作的公司的限制清单 专家表示 被列入清单就意味着 该公司不能够获得到美国军方的合同 而且会面临重大声誉风险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参议员劳比奥 还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一汉 穆勒纳尔要求国防部长奥斯丁 立即将灵德时代列入清单 世界气候组织的科学家 在星期四8月29日发表一份报告中表示 人为引发的气候变迁加劇了上个月 袭击菲律宾台湾和中国的台风格莱美的强烈风暴雨 导致它的灾害更加严重 葛美台风7月22日环树东亚 摧毁了基础设施并造成100多人死亡 它的天气系统引发了暴雨 洪水和山体滑波 迫使中国当局疏散了30万人 葛美在菲律宾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波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马尼拉近一日的降雨量就超过了300毫米 法国当局星期三8月28日正式起诉了信息应用程序电报 Telegram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 帕维尔·杜罗夫 创报指控罪名是 他允许应用程序上的犯罪活动 并禁止他在进一步调查期间离境 杜罗夫上周被捕之后 引起言论自由和执法界线的辩论 也引发了外界对网络违法活动监管难题的关注 以及对杜罗夫本人独特背景和多重割值的兴趣 根据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 杜罗夫的保释条件包括500万欧元 约560万美元的保释金 每周向警察局报道两次 不得离开法国领土 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 沃克兰突然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让克里姆林宫感到震惊 但这次危险军事行动的最终影响 仍然有待观察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戴维·科恩 星期三8月28日 在华盛顿郊外一个安全会议上说 几乎这个月较早时候发起的 针对俄罗斯持续攻入 未有停止的迹象 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 面临潜在的国内后果 科恩说他们哗难军队仍然留在俄罗斯 他们在扣建防御 他们似乎打算在一段时间内 留住部分领土 科恩说 普京不单止要面对俄罗斯境内 现在有一条 他必须要对付的前线的事实 他还要应对 在他本国社会产生的反响 这个可能会改变一些未来的趋势 大约13万名的居民 被逼逃离赫尔斯克的战斗 等待俄罗斯增援 华兰军事首脑星期二说 捕获了将近600名俄军战夫 占领约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2024年残疾人奥运会 星期三8月28日 在巴黎拉开序幕 几千名运动员 获得义工和观众的热情欢迎 色彩纷纷 充满希望的仪式 开启了为期11日的比赛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巴黎市中心的协和港场上 宣布运动会开幕 这是残奥会开幕仪式首次 在主体育场之外举行 这天天气晴朗 与7月份奥运会开幕仪式的 大雨磅河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现场有约15,000名执法人员 负责保安随着太阳慢慢落下 巴黎的夜晚扬日着 轻松的夏日气氛 来自168个代表团的 4,400名运动员 在日落时分入场 冬道主法国队压续进入 3万名观众起立鼓掌欢迎 亲爱的运动员 欢迎来到爱与革命的角度 请放心 今晚并没有弓箭巴士的监狱 并没有断头台 因为今晚将会开始 最美丽的革命 残奥会革命 2024年夏季 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IC坦丐在致辞中是这样说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导员8 美国之音时事经维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任敬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维 我们是会报道 中国扩大台海巡航执法 学者就呼吁台湾要警惕 直接向抢息的灰色侵扰 我们亦会报道分析 中国的军机集侵日本领空 会不会使得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 《立场新闻案》在今天的判决 依桑内容欢迎收听 已经停运的香港网媒《立场新闻》的母公司 以及两名前总编辑 钟沛权和林超彤被控宣谋 发布煽动刊物罪 经历接近两年的司法程序 在星期四在香港区域法院被判罪名成立 案件压后至今年9月底判议 香港记者协会说 《立场新闻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 案件判决之前 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7年来 第一宗涉及传媒机构的煽动案 事发在2021年12月底 当时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半 警方国安署人员突然大举搜查 网回《立场新闻》的办公室 拘捕时任的处理总编辑林超彤 和前任总编辑钟沛权等人 并冻结超过780万美元的营运资金 《立场新闻》即时宣布停止运作 网站内所有文章和影片全部下架 不过《立场新闻》的母公司 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沛权林超彤 被控村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钟沛权和林超彤被拒绝保释即时还押 至到案件正式开审之后 相计获得保释 他们分别还押了349日和311日 即是接近一年 案件在2022年10月底 在区域法院正式开审 由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郭卫健审理 经历接近两年司法程序 在星期四8月29日下走宣判 法官裁定3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 面临最高监禁两年的刑罰 钟沛权听到法官裁决之后表现平静 而林超彤正为健康情况欠佳而缺席聆讯 法官听取代表他们的资深大律师 预约未及求情之后 将案件押后一个月 直到今年的9月26日才宣判 钟沛权和林超彤继续以原有的条件布释 案件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的高度关注 近百名新闻工作者到场采访 亦有数以百计市民在法院大楼外排队 轮候法庭的旁听席 有传媒拍摄到几十名疑似排队党 轮候旁听席的丑号 前立场新闻的副采访主任 香港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陈朗星 星期四以网媒Channel C的多媒体制作主任的身份 到区域法院采访立场新闻的煽动案判决 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情感上希望裁决有奇迹出现 钟沛权和林超彤可以无罪释放 但理智上知道这个是很难 形容裁决有余对立场新闻的概冠定论 不开心了 我都想是有奇迹的 我都想他们是会无事的 但理智又告诉你很难的 但是我想他们无事 从昨晚的参程可能 我也不知道 抓过又不是我 判过又不是我 可能觉得 好像是对立场新闻最终的概冠定论 究竟你们 我加入这么久三年 究竟你们做过什么 你们做什么 好像现在有一个 要去做一个 好像有一个裁决 陈朗星又说 对于两名前总编辑 可能被判入狱感到伤心 而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 陈朗星代表立场新闻 做过很多街头示威的直播 不过这些直播影片 完全并没有被判立为 今次煽动案的证据 对于未能够为前同事 讨回公道 他觉得很伤心 中会权那个情况 大家知道 他在我们最没钱的时候 他是按楼来去顶住公司 接着临时同的情况 大家也知道 他的身体很差 这两个完全在法律上 我不认为他有做错的人 最终可能会被定罪成员 然后要坐牢 我觉得对我的心情来说 是很差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看法 就是我们立场 除了有报道 有专题之外 我们的直播是最多人看 但是我们的直播 没有成为控方的检控材料 但也没有成为我们辩方 可以为我们讨论一些公道的东西 直播是很多市民 因为直播 喜欢看而认识了我 但是最终这些直播的材料 帮不了同事 还有帮不了我们最终 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关头里面 去讨论公道 我自己觉得很伤心 二年十九岁 今年九月即将升读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Annie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她知道可能有排队党霸占旁听席的座位 于是提早到法院大楼轮后丑号 她觉得身为新闻系学生 好像是有责任要来旁听立场新闻案 我知道可能会有很多排队党 可能暑假 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 零少一个人听到 多一个人听都好 因为我读新闻系 所以这些单案都是关乎新闻 旁边会有些东西走向 所以我好像有责任要来听一下 她又说 2019年社会运动期间 社交媒体经常传阅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立场新闻 或者是评估日报 她认为立场新闻案 都裁决对香港未来的新闻自由 有所警示 她一定会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令到可能有些人会知道 可能是有一条界线 有什么可以做 有什么不可以做 但是她有一条界线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会不会明天 会不会有那条新的人 会不会有那条线梭越远 既然我也不知道 她会收到去哪一栋的时候 那我就不理会先 Annie又说 不会因为《苹果日报》 和《立场新闻》 相计停运 而对投身新闻工作的日报 她认为新闻界仍然有不同的空间 担心都会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新闻有很多种 我不一定要只做政治别 还有民生别 医疗别 很多富康可以做 我觉得还有空间 所以如果只想着这么敏感 就不做 其他题材就没有人做 我觉得虽然他们交散了 但是他们里面的员工 他们很多时候都自己开了一间网媒 就变成了两间网媒 主要的媒体变成了很多一间网媒 我觉得其实仍然有新问题 我觉得不算伤差很远 香港记协星期四下午就立场新闻案 两名前总编辑被判罪成发表新闻稿回应 就裁决足以证明香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 记协认为立场新闻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 而案件裁决前已经对香港新闻业界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记协在立场新闻办公室被搜查之后第二年 即是2022年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97%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 该案对新闻自由造成大程度的伤害 记协说立场新闻案原主審法官 在审讯开始前的最后一刻被更换 审讯历时接近60天 比原定的日数多出接近三倍 控方更在开审后大幅扩大案件审查的范围 不单审查立场新闻的报道、专访 以及评论文章 并且有关的编辑、记者和文字的意图 向被告逐字逐句进行盘问 记协表示近日有政府官员说 媒体在专栏的旁边提示文章 没有煽动意图并不能作为编辑免责的条款 明报总编辑其后致咸专栏作家 呼吁赞写评论文章的时候 需要之所分寸以免危机降临 显示香港的传媒对煽动罪感到忧心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宣布 8月26日星期一上午 一架中国军用侵察机 曾经短暂侵入日本的领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 当时需要紧急升空拦截 念今次是首次确认 有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 私信人在台北的报道 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29分到11点31分 这架中国运9Y9偵察机短站进入了长期冤五岛地区南方的男女群岛近海的日本领空 日本政府对此迅速作出反应 8月26日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江野正敬 紧急召建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施永 表达强烈的抗议并要求中国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同一天 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局长 念博恒 亦都向正在东京举行会谈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刘敬松表达严正的立场 8月27日星期二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行为严重侵犯日本主权 并称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他进一步指出 最近中国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活动有扩大和一亿活跃的趋势 表示日本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 持续警戒和监视空域 并对侵犯空域的行为 采取措施 林方正拒绝就中国军机行动的意图或目的发表评论 并未透露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外交交涉的细节 建议日本政府内部对事态保持谨慎态度 据共同社的报道 手上官底消息人士强调 不能够加剧紧张局势 需要冷静去处理 台北轮壇基金会执行长 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中共这次派遣飞机进入日本领空 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计划行动 只在回应和警告日本 特别是对7月4日 日本梁月号护卫舰进入中国领海的回应 他说 他说这次是单独的飞行任务 飞往特定的区域在男女群岛和九州领海界线范围内 在盘旋了49分钟之后才进入男女群岛领空两分钟 当时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军舰未有进行任何军事演习 因此 这次行动是一个单飞的特定任务 我认为这是中国刻意设计进入日本领空 表达明确的立场 尽管中国军舰多次警告梁月号 在靠近中国演习区的情况之下 该舰仍然继续航行 最终进入中国领海 这些手装备有导弹和火炮的护卫舰的行为 引发中方的强烈反应 然而台湾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副院长郭育仁 在接受美国资金采访时表示 日本在7月初的梁月号行动 是对中国军事压力的回应 郭育仁指出 尤其是今年6月中国和俄罗斯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之后 日本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他说 中俄今年年度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 这件事情让日本有点独作征战 独作征战的原因在于说 他说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军演 令到日本感到很不安 以往的中俄联合军演主要集中在日本海 虽然他们会刻意绕过日本的津兴海峡和对马海峡 但这些都是以往的惯例 而今年的演习区域却向南移动 对日本而言 即使只有中国挑衅 日本已经很不高兴 而这次北面的俄罗斯艦队 更加是大举南下到冲城周边海围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范岛右美在接受美国之音採访时表示 他对中国军用飞机入侵日本领空的消息感到意外 他说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个可能不是高层发布的指令 尽管中国整体趋势似乎是向日本发起挑衅 近年来很多外国首脑访问中国 中国已对外进行访问 但中日之间的交流并不频繁 但最近几个月开始加强双边交流 因此昨天的事件对我来说是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 有关这篇报道详细内容 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乐语组网站 网址是VOACANTONIS.COM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事事经委 中国持续扩大对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行动 中国的官媒央视在8月18日报道说 福建海市单位一连两日举行大规模海上执法行动 近时间同范围较过去更加大 不分析人士说中方意图进一步否定台湾的海上管轄权 对这种切向掌式的造步进逼 台湾必须要谨慎回应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偉在台北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 台湾海峡再次成为舆论终焦点 星期四的下午 美国海关第七舰队声明指出 美军约翰逊号的导弹驱逐舰 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 行经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 以及飞越自由的适用范围 这是美国海军计5月8日之后 时隔三个月再次派遣军舰通过台海 亦是今年美舰第五度通过台海 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批评美方公开炒作 并且强调解放军全程跟监境界 另外据路透社的星期一报道 德国有两艘军舰也正在等候柏林当局下令 是否在下个月通过台湾海峡 若然柏林拍板 这将成为德国海军 自2022年以来首度配合西方盟国行动 穿越台海 西方民主国家对台海自由航行权的忧心 显然并非几日休天 因为就在星期日 中国官媒央视宣布福建海事局以及东中国海救助局 共同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邻执法行动 央视旗下的微博账号 欲冤谈天随即以台湾海峡管控能力正在发生变化为提发问 申请这次的行动历时30.5个小时 巡航总旅程是413海里 不单只到达台海中线以东两里的范围 往南更加触合到台海中线南边的台海浅探 巡航覆盖面是面积比往年更加广阔 文章当中更加自出 这次的参与行动的三艘海巡 以及救援船舶 不单只是敦伟大 航程院还是搭载了先进监测设备 可以作为是收集分析海上状况的 现代化移动指挥中枢 对此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 星期四在旅行记者会上回应说 台湾海巡署对于周边海域的目标 都是持续掌握 随时监控中共公务船海上动态 梁文杰强调 台湾海巡署有做到坚定执法 捍卫海洋权益并保护与民作业安全之职 空白区域 今年2月 前者已经遭到中方借金门撞船事件取得突破 因此这次重点就是将它的管核权延伸至海峡中线移动 捷纵表示 紧接下来必须要观察的是中方会不会复制先前向金门以及钓鱼岛 亦是日本所称的尖角猪岛的做法 一步步增加侧勤频率 最终形成常态化的巡航 具体改变双方的态势 另一方面 对于中方宣称相关部门已经建立大数据系统 可对过往的船舶进行实时监测分析 内容包括船名船号航速吨位 以及航空的状况 在台海积起了一张存覆盖式的安全网 揭纵即是表示 必须要提防中方直尺 找出台湾海巡漏洞登检 骚扰台籍船 不排除就是用这些大数据找到 可能可以用来作为 行使执法行为的对象 中国不排除利用这些大数据 找到可能可以用来作为行使执法行为的对象 另外就是可以挑战台湾海巡反应境界 会比较弱比较慢的时间点採取行动 来建立在海峡中线以东执法的事实 骚扰进一步指出 一旦海峡中线的概念遭到打破之后 更加要提防中方执法旋转引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范的紧追决 以执法之明进一步 逼近台湾12里领海 此外 若然中方顺利将台湾海峡全面立入管轄范围 更可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张各国军舰 要行经台海时必须先取得中方的同意 揭纵认为值得警惕的就是 若然各国时认同中方对台海的管轄权 就会增加中国采取手段的正当性 可见法律战影响的深远 唯有特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 真是直言 在中国政府看来 这类灰色地带衝突的手段还未用尽 紧接下来可以好像是切香腸一样 暂次扩大巡逻范围 增加执法频率 无论台湾或美国政府 到目前为止 都还未找到明确的对付手段 张俊华表示 实务上台湾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 结合日本、南韩等域内国家 共同对中国外交施压 才有可能迫使他们收敛 但必须要正视台湾目前 无论军事或外交实力 都是没有那么大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 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